主席好 部長好 很辛苦 但是不管怎麼樣 为了防疫 为了国家安全 很多事情我们还是要厘清 只有在真相底下 才可能把防疫做好 也只有大家能够诚实面对 国内上下才有可能团结 共同来面对我们共同的敌人 那个就是病毒 所以我想先请教国家安全的问题 请问现在总共有700多位 这个军事官兵被隔离嘛 对不对 是检疫隔离 那这当中正式编制在这三艘船的官兵原额有多少 盘石舰是377元 没有说正式官兵编制在这三艘船 也就是在操作这三艘船的 报报 报报喔 报报 报报我来回答好吗 到底多少 报报我可以报告一下 正式编制 磐石舰的正式编制是 这次出国人数是145 对 岳飞舰是169 湯定舰是143 那其餘的人員就是有那邊的人員 還有官校學生 所以這三艘艦的操作人員 編制人員加起來大概有450位 是 對不對 是差不多 這450位現在都被檢疫隔離 是 請問 那有沒有替代人員 跟委員報告 那個艦艇的編制 有它的限制性 那現在我們 所以這三艘艦 現在是沒有辦法執行戰備的 現在確實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是 所以這三艘艦出了問題了 你們之前在防疫的相關的SOP準備上面 你們有沒有 假設不是這三艘艦 假設是我們其他艦 一旦感染了 請問你的備胎人員在哪裡 你的預備人員替代人員在哪裡 有沒有 你們有沒有做好計畫 現在是450個 那如果是1000個呢 如果是2000個呢 你知道嗎 羅斯福號多少個 600多個 戴高熱號多少個 上千元 上千個 怎麼辦 我們雖然沒有航空母艦 但是我們很多艘艦艇 那我已經知道的 對不對 那部長 我們今天都在 都在討論說 那個感染的 還有疫情控制的細節 我問你一個戰備問題嘛 今天難道這三艘船 這14天就不戰備了是不是 他們有留守的 每一個船有留守 那他不能動啊 是 對不對 今天是三艘 萬一是十艘呢 做了其他的調整 戰備已經做了調整 對 萬一是十艘 萬一更多 所以我們不能再發生 那我們根本不需要敵人了 所以我們不能再發生 我們根本不需要敵人了 部長 是 這個是很嚴肅的問題 這個scenario 你們之前在面對這一波疫情 包括 我上禮拜 我也問過部長 你還記得嗎 我跟你講 十一艘的航空母艦 美國航空母艦 有四艘中標 我問你說我們有沒有 你說沒有 當時是沒有 對 當時這個還沒有爆出來 你說沒有 我說你們做好相關的準備 你們都說有 那我現在問你啊 這三艘是不是14天就不能動了 這14天是不行 對啊 你沒有辦法動了 萬一 十艘 或者更多 萬一是飛機 戰鬥機 所以這時候 如果敵人來一個共軍繞台 你的船艦夠不夠 部長 這是你作為國防部長最大的責任 三軍統帥蔡總統 他應該要問你這個問題 部長 請問我現在的戰備能量夠不夠 萬一敵人要在這時候 發動攻擊的時候 我怎麼辦 我現階段 其實部長 除了我們要把真相釐清 要做疫調 可是我現在很關心的是這個問題 這是我們的國防 所以為什麼我們那麼重視這件事情 因為這個不需要敵人就可以把我們給打垮 我們自己就把自己打垮了 部長 我知道你昨天你也說你願意負責 但是這件事情不是說你負責或者你下台或者你怎麼樣或者道歉然後好像國家就安全了 我寧可你不要道歉 我寧可國家要安全 部長 這三艘 你們真的要想辦法 或者是說你將來的SOP你怎麼來處理 你要不要先做一件事情 我們第一線的作戰部隊有沒有普篩 第一線的作戰部隊 陸海空軍 現在的第一線作戰部隊 部長 你要不要普篩 上個禮拜 我實在看不下去 我發了一個臉書 我說能不能給國軍一個人每天一個口罩 隔了隔了不到一天 你們就說4月18號你們說OK 一個人一個口罩 可是為時已晚 希望我們在目前國軍的部隊裡面 不要任何的疫情感染 所以我再一次提醒部長 這件事情都發生了 你們口罩也做完了 有一件事情 你考慮看看 第一線陸海空山軍的作戰部隊 現在要不要去做普篩 加強公衛的防疫工作 為什麼 前幾天我的辦公室接到一通電話 我不曉得是爆料還是陳情 類似 他是一個小兵 放假回去 他明明發燒 他自己量38度多 可是到營隊的門口大門 他就是一直跟他量體溫量體溫 他明明發燒 最後怎麼樣 根據這些爆料者 他根本講 串稿體溫 直接讓他進去 這是軍中的文化 所以為什麼這事情發生了之後 我當天晚上我就說不要隱匿 後來蔡英文總統也跟進 我說不要隱匿 切勿隱匿 誠實以對 為什麼 我們當過兵的大概都知道 軍中的文化 可是這個東西如果軍中的隱匿文化 會害死大家 所以部長 趕快做吧 我剛剛只是一個舉一個例 普篩這件事情 怎麼讓第一線的戰鬥部隊能夠心安 第一線的戰鬥部隊 他的防疫做到怎麼樣滴水不漏 絕對不能有漏洞 這漏下去不得了 我剛剛提的是三艘450個人的作戰部隊 如果擴大乘以十倍是四千五百人 部長你不要小看 美國就是這樣子 紐約是怎麼樣失守的 從幾十個幾百個到現在幾萬個 整個美國 死掉多少人了 十幾萬人 受感染多少人 百萬人 所以這一個破口一開 真的後面很難想像 所以在現在的當下 部長我真的不想跟你究責 我只想要國家安全 我只想要我們第一線的戰鬥部隊 不要出現防疫的漏洞 不要讓我們的社會恐慌 你們是第一線的國家 最重要的 防衛 這個國家的安全全部靠你們 不分朝野 我們都靠你們 所以拜託部長 回去做這件事情 再來 我想請教部長 請問這一次的犯錯 受害者最大的是誰 我想 你也不用回答了 基層的士官兵 犯錯的是誰 犯錯的是誰 目前我們初步的調查 然後懲罰是到支隊長以上 好 我覺得就是決策者 基本上是決策者 這指 那到底 更重要 到底找到感染源了沒 目前還沒有 還沒有 那這問題又更大了 為什麼找不到感染源 你有沒有想過 因為當你們沒有辦法 清楚交代他的行程的時候 接觸死的時候 你怎麼找到感染源 所以我現在想請教部長 請問如果你不交代你的行程 不交代你去哪裡 這個感染源到底是內部感染 也就是境內感染 還是境外感染 是船上感染 還是下船的時候感染 你沒有辦法釐清 你沒有辦法釐清 這個洞補不起來啊 我們先來補啊 對不對 所以感染源在哪裡 這個現在是最重要的 如果這個感染源 搞不好不是在國外 是在我們境內 就是我們上船的 這上船之前 他就被感染了 那是境內 而我上船了 去到帛琉 下去了上來 才感染 還是怎麼樣 我們都不知道 這中間 除了去帛琉 中間有多少 有二十幾天 不知道去哪裡 會長 你們 你們到現在還是交代不清楚 包括剛才蔡總統開的記者會 他說有特殊任務 那到底特殊 多特殊 接觸了誰 這是我們要查感染源的地方 所以部長我請教你 那個所謂特殊任務 是機密的嗎 是指的我們 在海上的一個航行的訓練 這次 配合這個 追目沿航的一些 課程 一些軍事訓練課程 包含了 我們的 有沒有機密 戰略補給 是 有沒有機密 戰略補給線 那詳細的區域 這個就牽涉到 細部 一些機密 有沒有 是 到底有沒有機密 當然是有牽涉到一些機密 不能這樣 不能這樣回答 部長 我必須拿法律跟你講 我們的國家機密保護法 把第五條規定的很清楚 在下列四種情形之下 不得列為機密 第一個 為了隱瞞 違法或行政屬失 第二個 為了限制或妨礙事業的公平競爭 第三個 為了掩飾特定的自然人法案團體 或機關的不明慾行為 第四個 為了拒絕或延遲 提供公開的政府資訊 不能列為機密 那 第七條 也有定所謂的機密的核定層級 敦牧艦隊的出訪計畫 是不是屬於國家機密法保護的機密 是不是 原位如果要排定 我們都配合 有沒有核定機密等級 敦牧艦隊的出訪計畫 有沒有核定機密等級 有 有 有核定 有沒有 有核定 有 對不對 我們內部是核定機密 你們內部核定機密 是 我跟你講 如果你核定為機密的話 依法不得外洩 依法不得外洩 如果有洩密行為 就涉及刑法 根據國家機密保護法第32條 可以處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 國防部 你要不要查一下 有沒有任何內部的洩密行為 因為根據本院立院 有委員提到 說你們在 這一段時間 柏柳以外有重要的機密任務 他怎麼會知道 所以部長到底是不是機密 到底有沒有機密任務 你要回答我這個問題 否則我感染源 永遠找不到 感染源找不到 等於是 我沒有辦法防堵 我去那裡防堵這個病毒的擴散 不是說我們把這些人隔離14天 就沒事了 其他地方呢 你接觸過的 你們在海上 或者出訪這個所謂機密任務裡面的行為 我們完全不知道 部長 你可以跟我講是機密 我不會要求你 在這裡跟我講說內容是什麼 但是在國會裡面 我有權問你 到底這個是不是屬於機密任務 保安主席 有關於疫調 我們全力配合CDC 整個的全程我們都會配合 是要把感染源找出來 那有關機密部分 剛剛傅斯林也講 這個案子是屬於機密的範疇 那如果委員會排機密 我們會做專報 所以既然是機密 就不應該外洩 你要去查 裡面有沒有洩密 裡面有沒有洩密 你要去查 我現在不知道 處理值是哪一件 因為 當如果說 這個是屬於機密任務的時候 就 只有涉密的人員知道 涉密以外的人 包括立法院都不可能知道 除非 所以我請你來做什麼 機密報告 那是例外 那是主席就安排 否則沒有任何一個人 包括官員 能夠知道這個機密內容 部長 這些環環相扣 你們到現在都搞不 都沒有辦法給社會做一個交代 所以為什麼外界對你們會 這麼的 說法這麼的不能接受 然後大家還會持續的擔心 所以我 我這個 部長我必須再重述一遍 軍中的這些文化 你不是第一天在軍隊 你應該要很清楚 因為這裡面有太多離譜的東西 包括所謂海上隔離30天 部長 你知道軍卷裡面 這樣子的倉勢 請問有一人一間嗎 沒有 沒有 那這怎麼叫隔離 而且裡面還有發燒的 已經發過燒的 有病的 然後你們自稱為 這叫隔離30天 這不叫隔離30天 這真的是害他們 那這也代表了一件事情 也就是你們出發前 根本沒有充分的做好 SOP的相關準備 否則船上一旦有人發燒發病了 你不應該是讓他在那邊隔離30天 船上沒辦法隔離 他不是保皮信號 他也不是郵輪 他怎麼樣一間一間隔離 你等於讓被感染的人 更多 相互感染 這這個有沒有責任 這當然有責任 可是事情已經發生了 這代表 你們根本沒有超前部署 還有 上次我問你 我說漢光演習 冰推要不要延期 你說要 我說為什麼 你說 因為 疫情的關係 因為怕感染 那是3月2號的事情 結果你們3月2號同一天 你們上船 你們敦目 3月5號出發 那為什麼沒有延期 為什麼漢光的冰推可以延期 因為冰推它完全在密閉空間 那 那請問船上 裡面沒有密閉嗎 而且海上 讓大家在一起 是 超過一個月 冰推可能是4個小時 可能是8個小時 你在海上 是幾十天 所以部長 這個標準讓我們有辦法接受的原因 他就可以調整 最重要的是 這個是機密任務 你剛剛已經講了 所以是有特殊任務 所以必須要起航 所以部長 我剛剛已經在提醒你了 戰備任務 能不能遂行 現在是很關鍵的 你必須要趕快做一件事情 確保我們現在的戰類 跟戰備可以執行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